按踩射 然後它就會開始 有沒有 所有的成員都已經出現了 好 準備好以後 就可以看一下前方的鏡頭 好 我們五位的團員現在會退出 使用特別的AR濾鏡與團員們拍照 蕭敬恆率領獅子LION樂團 推出全新專輯美麗 醜於我 唱片公司赤子百萬 打造專屬LION Pop-Up Studio 展開危險三天的限定展覽 只不過開展這天 天空不作美 下起大雨 現場依舊吸引大批媒體與歌迷 讓一向貼心的蕭敬恆 感到很抱歉 滿尷尬的 對 最主要是我覺得 對大家很不好意思 對你們 媒體朋友 就很不舒服 天氣那麼冷又濕 又下雨 對 所以就 拍手 真的 環境不好 剛剛我提到這一次 是六十幾首歌一起出來選 那每一位都用蔡英創 但在選歌的時候 有沒有就是有一些爭執 或者是比較激烈的討論 有啊 大概就是怎麼樣 你想聽嗎 兩個小時 大概沒有 就是 一定會有 我們還是會投票嘛 對啊 包括公司同事會一起投票 然後選出大家認為最適合的 對 沒有好跟壞就是最適合的 十首 九首十首歌 精選出最滿意的作品 集結在這次的全新專輯 而日前原定舉辦的發片記者會 因為高以翔不幸奏事的關係 也停辦以示哀悼 我們都很難過 大家都很難過 所以那一天我們就決定 不要做任何我們自己私人的行為 對 對 那是你才能問去林棠嗎 我有空一定會進去 今年我才跟他打完林書堂的公益賽 然後跟他聊了別的 而且他也是我前輩 他出到比我早 然後對他印象都非常非常好 然後他很親切 也很好 對 又高又帥 所以其實就是不捨 其實我參加了兩次 我就 而且我自己時間也對不上 可能自己覺得自己也不適合 因為他有一個關卡 是要爬到二十幾層樓 然後再從這棟大樓 滑到另外一棟大樓 這個是我 我不會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不想 我也不會想要 去挑戰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繼續參與 反正我覺得 就停止 停止就是 就是現在最好的方法 就不要再讓有任何意外 或是不開心的事情繼續發生 我反而覺得這件事情 我自己會覺得 我心裡很難受 因為這個節目跟我有關係 那 比翔的事情 我覺得我都有覺得 所以我也很難過 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 該怎麼 該怎麼 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更 更 更難受的吧 我只是 你懂我意思嗎 就 我知道還有很多朋友 他們是 甚至邀請李翔去的朋友 等等的那些人 那些朋友都 我都不知道他們怎麼過來的 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 我很難受這樣 可是這個事情 跟我有實力的關係 所以我 我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 面對高一翔的離開 充滿不捨與無奈 蕭敬騰除了感嘆生命的無償 也只能呼籲大家 珍惜生命的 每一分每一秒囉 完全龍王家翔 賴玉婷採訪報導